花蓮市各籍学校接连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 以及中小学科学展览中斩获佳击 而为了表扬花蓮市孩子们优秀的表现 市长魏佳燕一连访问了多校颁发颁赠奖状 也感谢他们各校的市长的指导 也鼓励学生在各个领域均衡发展的同时 持续地来探索天赋深耕所长 花蓮市各籍学校参加112学年全国学生音乐比赛 在团体组和个人组总计获得83个奖项 囊括20个特优、52个优等、还有11个甲等 其中不少音乐项目都是多年来的长胜君表现非常优异 而在花蓮县中小学科学展览会当中 花蓮市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球科学、生活及应用科学等学科 也包揽了53座讲座 实力非常坚强 市长魏扎燕亲自前往各校颁发奖状来表扬 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也从今天开始 然后围棋的几天都到我们各学校去颁发 我们优秀的一个孩子们的一个奖状 那借此也鼓励他们 那主要的其实很多的奖项 那可能有音乐的一个竞赛 那科学的一个竞赛 以及体育的一个竞赛等等 那也希望说到学校颁发这样的一个奖状 然后借此鼓励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也希望他们持续加油 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颁给他们奖状的这个部分 让他们有荣誉感 那也可以尽心尽力的在为下一次的一个比赛做准备 那再次祝福我们所有的孩子们持续的加油 那也更要感谢我们所有的校长跟主任以及校务人员 对我们这次的一个颁证奖状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协助 再次的谢谢我们所有校方 市长渭嘉燕表示 为了透过比赛鼓励学生可以投入各项的活动 华联市公所今年度陆续和体育会 还有各个协会合作举办了多项市长辈体育赛事 而在12月中也会举办市长辈心算天心算数学竞赛 欢迎各校士生报名参加来争取荣耀 这里会幻视报导